在所有这个甜点当中呢 我吃到的第一口就惊为天人 然后从此以后我就爱上它的甜点叫做提拉米苏 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亮亮老师 跟大家来介绍这个甜点 但是老师我可以问一下 听说光是提拉米苏你就学了 六种 提拉米苏还有分到六种 当然啦台湾的应该就只有一种 就固定那个上面就是你知道 其实几乎上面都是 都是上面有咖啡的 可可粉的 对对对 只是里面的做法跟内馅不太一样 是那当然因为我们就从基础班开始学 所以今天就请亮亮老师呢 教给大家是大家在家做的最简易版 而且一定会成功的提拉米苏 对就是你做完之后冰冰箱两个小时 马上可以吃 经典的意大利的提拉米苏 它至少放在冰箱6到8个小时之后才能吃 就流口水要流6到8小时才能吃到它就对了 那法国的还有一种就是提拉米苏必须要用到的 浓缩咖啡 浓缩咖啡 但是有些人他不能吃咖啡喝咖啡 所以他会用其他东西替代 像我就有学到另外一个chef 学到另外一个就是香槟的提拉米苏 所以他那个沾的是香槟 对 那以后再跟我们慢慢来分享好了 那先针对了今天这个能够 虽然是基础班 组成的提拉米苏 对 我们大概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很简单 想到提拉米苏 一定会想到意识的马斯卡彭 马斯卡彭 就是这个起司的名字 对 它不能缺少 所以他也没有说 我其他什么起司 可以来替代马斯卡彭这个起司的角色 没有 就一定他们就是用这个 因为它就是意大利的乳酪 那 那你买得到 一般量饭店跟超市都买得到 因为它的包装盒 我刚刚看到他们在猜哦 就是包装盒上面 它其实就是很清楚的 提拉米苏蛋糕的样子 对 它就是指定 你就是提拉米苏要用这个起司 专用的 所以到时候你去量饭店找 应该还蛮好找的 然后他另外的需要的就是 蛋 香草粉 跟白砂糖 是 那香草粉 其实你是可加可不加 嗯 那我为了像他 让他增加更多的香气 我就加了香草粉 嗯 那有一些人 他可能会没有食用蛋 他只会用cream 所以你吃起来 他可能就是只有cream 跟香草粉 跟糖的味道 对 那我做的就是 意大利比较经典 但是是快速版 嗯 OK 所以我用的 Maskarbon 250克 然后另外我很好奇的就是 像台湾一般的提拉米苏 没那么讲究 他可能用一般的海绵蛋糕 就取代了 像我们现在看到 手指饼干 这叫手指饼干 对 手指饼干 是专门在 做提拉米苏用的 在法国就用手指饼干 意大利也是 哦 ok 做提拉米苏一定要使用它 那台湾的就是简易版 那是哪里 一般的烘焙店 或者是超市量饭店 都有在贩售 好那材料 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完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动手做了 OK 所以我这个快速版的 我需要蛋 嗯 那我今天 其实我只要一颗蛋就够 一颗蛋就够了 OK 好 其实蛋越少 你的速度会越快 嗯 蛋越多你必须放在冰箱里面 冷藏的时间越长 了解 所以我们今天用一颗 嗯 我只要一颗蛋黄 那蛋白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打发就好了 好 所以只要里面的蛋黄 是的 好嘞 所以我们只要打发这个蛋白啊 是的 这个蛋白很少耶 嗯 是 没错 但是 也只要这样就好了 是的 蛋白要打发有另外一个诀窍 但我会跟大家说 怎么样让蛋白啊 可以快速打发 对 可以快速的打发它 要不然像台湾天气这么热啊 要打发蛋白很不容易在台湾 对 那在欧洲其实速度是很快的 嗯 对 所以我待会跟大家 一并跟大家说 好 那我们就先把蛋黄 丟下来 然后把它搅拌 你知道天气太热啊 做提拉米苏成功率的失败率啊 嗯 成功率应该只有两成 失败率有八成 你做十次只有成功两次 不是 我是说天气这么热 哦 对 对 你刚刚说成功率是几成 两成 天气热的时候 对吧 所以你在里面必须开冷气 哦 OK 对 好 意思就是说你天气太热 你没有办法做这道甜点 而且做这道甜点啊 你必须一气呵成 就是你开始做它 你不能接电话 你不能上次的所有 什么事都不能做 要请问把它做完进冰箱里 才能去做这些其他事 所以现在我们就把蛋黄 跟我们的MASCARBON做结合 这个蛋白要麻烦你 我把它打发 OK 对 这才一点点呢 有办法 然后帮我加一些些的盐巴 一些些啊 对 加了盐巴是为了让它快速打发 对一点点就好 一点点 对一点点 这个声音OK吗 噔噔 好了 好像有点过多 好 现在我就把蛋白让它打发 亮有没有说蛋白大概需要打到什么程度是OK的 打到软性就可以了 这样差不多可以了 这样差不多 对 好 好 你打好的时候我的困也差不多了 也好了 对 OK 它就变成那种泡泡的样子 双状 这个不要浪费 好 给你 外圈 你只要打到就是像差不多像这样就可以了 嗯 那如果用经典版的可能要打更久 所以因为我们是素称版 所以时间其实还蛮省事的 对 这个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吃 它为什么不能够蛋白直接进去搅拌 一定要打发才能下去 不行它会水水的 然后蛋白打发它会让提拉米苏的 会变得更滑 除了滑之后它还会它的量变多 哦 因为打发之后它就是会膨胀嘛 对 然后打发走你就 好 你可以试吃了 好 可以试吃了 好滴好滴 我会提拉米苏很熟的 怎么会有我熟 你做的比我吃的那些名店的提拉米苏 这个cream再浓稠 当然啦 大家讲起来都理所当然 就是 因为我们一般吃到提拉米苏 不是 我所谓理所当然是 你给人家吃好的东西 跟道地的东西是理所当然的事 嗯 对 所以因为一般我们吃到提拉米苏 它上面那个cream的部分 你会觉得它是比较稀一点 对 这个大概是一般外面卖的提拉米苏 大概两到三倍的稠 所以你在吃到它那个香味 跟那个浓稠度是不一样的 是的 好 那我现在差不多了 一口那个味道就很香耶 那我现在放在擠花嘴里 我要用它杯子里面 好 我用在擠花嘴里面 所以Mascarbon它本身是有味道的吗 没有啊 它是没有味道的 那个cheese是没味道的cheese 对 所以你要利用香草跟糖 来增加它的香气 所以我刚吃到那个香味可能是香草精 甜味是糖 然后再加上那个蛋的部分 因为我们坐在杯子里面 那里就没有击花嘴用的汤匙 直接把它咬进去 对 但是用汤匙通常你要小心就是 可能会把那个杯子那种脏兮兮的 而且像一般我们在看到提拉米苏 外面的queen都是比较偏白色 对 但是原因在哪里 蛋的原因 但如果你的蛋的品质不好 我通常我这样说 我通常习惯是用土鸡蛋嘛 嗯 所以这是土鸡蛋吗 对 OK 所以 下不去 折一半 好 那我们准备的这个咖啡 有没有什么样的地方 跟大家讲解一下 尽量用浓缩咖啡 浓缩咖啡 对 那是外面买那个粉来泡吗 还是 你可以用粉来泡 但是你泡浓缩 你看我现在只沾一半 对 如果你再沾多一点 它就会更湿 嗯 就取决你想要它有什么样的口感 开始你更湿的时候 你摸摸看 它整个心心软硬 可能拿不起来了 对耶 对不对 那你如果整个都净 它就烂在里面了 对 所以做提拉米苏就是要 快很准 嗯嗯嗯 对 在我的观念里面 跟我的理念里面就是做提拉米苏啊 绝对是要一气呵成 而且你要先想好你要怎么摆盘 你要先想好你要怎么去处理它 哦 连摆盘这个东西在做之前都要先想好 对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因为沾这个 咖啡 你不能等 它一等它整块就是烂掉就在里面了 对 就湿了 所以你一沾完就要直接进来摆了 对 对 外面卖提拉米苏也不便宜 我吃过那种最简单就是那种海绵蛋糕做的那种提拉米苏 嗯哼 我做两个不同的摆法 小小的就要80块90块 真的喔 对啊 好吃吗 嗯跟你比我觉得差得远 拍马屁 听得出来吗 马屁精 但是我们的小学徒的提拉米苏 卖得很好就是 嗯 就很道地啊 连制作人都可以跨海洋骂我 你看 骂你什么意思 就说 我很过分 哪里 一直在吃提拉米苏 嗯 你是啊 所以提拉米苏可以到六种喔 对 就是依照它里面搭配的东西不一样 它是可以有六种的做法 好 好 然后再把它挤上去 这个只要放在冰箱 大概一个小时后就能吃了 放在冰箱的原因是 你要让那个咖啡的香气 跟那个奶的香气 全部到那个饼干里面去 是 对 所以它其实在冰箱的这段时间 就会让饼干吸收 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而且越冰越好吃 那你如果想要吃冰淇淋 你就把它放在你洞库 对 提拉米苏会变冰淇淋 它就变提拉米苏冰淇淋了 嗯 那这样拇指饼干不会变硬吗 不会 不会喔 因为它我们刚好吸咖啡 对 咖啡会让冰淇淋 会让那个手指饼干会变湿 嗯 所以你会吃到其实就是 湿湿绵绵绵的饼干 哦 就算冰在冷冻会也是一样 对 好的 各位这小汤汁谢谢 好 你可以买巧克力粉嘛 有人喜欢用巧克力粉 对 然后你可以用巧克力碎在上面 嗯哼 嗯哼 对 就是这个 就是这味 感觉它现在应该 看起来就像能吃的样子啊 看来可以试试 但是饼干的味道可能还不够 嗯 好了 我的快速版的 提拉米苏 意思手工提拉米苏 就这样搞定了 yes 好那既然这样 我不想破坏它 我可以直接饼干蘸咖啡吃吗 可以啊 你就要吃了 嗯哼 总觉得要吃才会有参与感啊 你给我感觉好随便 那你可以挤一点奶油给我 我知道你要讲这个 你看我准备好了 哼 这感觉 有没有漂亮给他们拍 ok 好没有了 没有了 怎么样 你的提拉米苏 你自己的提拉米苏怎么样 你知道提拉米苏迷移的地方 就是在于 它的味道是 很有层次的 像我刚吃 可能因为我们摆的关系喔 浓缩咖啡的苦 嗯 配上了 饼干它那个 脆脆软软的口感 嗯 最后再加上那个 奶油的香草的香气 嗯 它在我心目中还是 第一名的甜点 真的喔 我是说提拉米苏 不是说你做的 当然它做也是我吃过 那这个我们就送别人了 不要 等一下我要吃一杯啦 好啦 谢谢我们的亮亮 再来这么样快速简单的提拉米苏 谢谢 当然针对呢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所有做的每一道料理 它的所用到的材料 跟详细的做法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 都可以直接上我们的Facebook 或皮革帮的网站 搜寻Live的生活 就可以得到非常完整的资料了 那再次谢谢亮亮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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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